这是派类索王,捷克队的跳马 这次跳马,从我们播出的情况来看 最难的还就是刚才的韩国选手赵玄珠跳的那个5.6 其他选手基本上都是5.0或者左右 就是刚才比完的 乌克兰选手戴因丘克,目前总分排在了第六 这次呢,强项上失手了 所以在后面他要想力挽狂澜追上来,很难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场地 最后上场的俄罗斯选手玻里安 前三轮之后成绩排名第三 狠宿希望拿一块牌子 很好,1080开场 一组的难度 980在街跳步做得相当不错 它的腾空高度很可观 去两周 又是一个地组的技巧 脚本腿接环 分腿跳180 准备结束船 放两周结束 俄罗斯选手 哈利安 他这套动作一比完 我们的导演就很专业的切到了 刚才排在下方军之后的山 因为他的这套动作呢 应该说 先来看一下刚才排名第四位的 就是这个来自杰克的选手 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呢 在第三轮结束之后 山岸和波利安只差0.05分 所以自由操从刚才的完成情况来看 这个俄罗斯的波利安的难度和质量 要稍微好一点 所以现在就看谁能够去 争这一块银牌 就是看俄罗斯和日本谁能拿银牌 金牌是 沙康军的问题不大 因为波利安的难度要比这个山岸5高很多呀 现在画面上看的是日本的美农 美农资格赛是还在第二位的 但这次没有比好 他的队友山岸5次个赛比 比到了第三位 现在要等俄罗斯的波利安的成绩打出来了 最后一项比自己的强项还是蛮好的 波利安的成绩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五十五点三五零分 我看他的这个第三是 哦 他和排名第二的日本选手 其实说分差也是非常小 肖抗军 从子曹第一个比完以后 就坐等后面的四位选手比完 然后直接拿金牌 很淡定 夏刚俊这次总的发挥要比他资格赛都好 这种状态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就是 你要让自己最好的状态 在最关键的情况下发挥出来 资格赛呢 只要保存实力 能够拿到决赛资格就可以了 波利安是排名第三 日本是拿到了亚军 好 现在女子个人全能的比赛就已经结束 获得第四名的是日本的美农 获得第五名的是杰克的帕雷索王 和同样来自杰克的斯库罗王 俄罗斯的萨索诺王是获得了第七名 乌克兰的戴美燕丘克排名第八位 再次祝贺中国选手肖康军 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国际性比赛 就战胜了这次来自日本 俄罗斯 还有乌克兰的 一些参加过之前的很多 像包括参加过市领赛和奥运会的选手 那么在接下来要举行的女子单向的比赛当中 那么肖康军还需要继续上场 其中呢 在女子平衡莫的比赛当中 单向决赛 她也要参加 女子自由操的单向决赛 她也要参加 好 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这次女子个人全能的最终排名 中国队的肖康军是获得了金牌 这也是中国体操队 这次在大运会 本届大运会体操项目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 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的山岸五 那么日本队在这次的体操比赛上 已经获得了两块金牌 五块银牌 俄罗斯队是获得了这次女子个人全能的第三名 获得者是波里安 好了 观众朋友 我们在深圳保安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的 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竞技体操 女子个人全能决赛 就为您转播到这 我是陈寅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